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之后 女主在一座小岛上独自抚养着一对儿女 等待着丈夫从战场上归来 一双儿女患了怪病十分害怕阳光 因此家里的窗帘常年拉得严严实实的 一天家里的所有佣人连工资都没有拿就失踪了 无奈女主只好登广告重新聘请仆人 不久就有三个人来到他们的房子 女主以为是她聘请的新仆人 于是就交代了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新仆人的到来让这间古堡里多了一些生气 但是女主却在邮箱里发现了自己的广告邮件 原来她发的聘拥广告并没有被邮差带走 所以她的广告根本就没有发出去 那这三个人是怎么找上门来的呢 仆人随即解释到他们以前在这里工作过 所以想来碰碰运气 女主听完相信了 于是同意让他们继续留下来 但是很快一系列怪事就开始发生 家里的窗帘和门经常被无故拉开 摆在屋子中间的钢琴会自动的发出声音 女主十分生气的大骂仆人们粗心大意 仆人们却说不是他们干的 一天她听见了一个小孩的哭声 她以为是儿子在哭 但儿子说不是他在哭 于是她以为女儿在哭 可是很显然女儿也没有在哭 女儿还说她在屋子里看到一个叫做维克多的小男孩 她说是维克多在哭 她还告诉女主家里的窗帘和门都是维克多打开的 而钢琴是维克多的爸爸弹的 女主觉得十分荒唐 所以根本就不相信女儿说的 晚上女主听见了儿子的尖叫声 原来儿子是被姐姐说的事吓到了 女主认为女儿在装身弄鬼戏弄家人 为此惩罚女儿在楼梯读圣经 可是她却听见天花板上有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声音 她以为是庸人打扫弄出来的声音 就在她准备发作的时候 却看到庸人正站在屋外 于是她走出来查看 她看到女儿还在楼梯口读圣经 所以到底是谁在楼上弄出了声响呢 难道说真的有其他人在他们的房子里吗 女主终于感到了不安 之后她在女儿的画上发现了 一个一家三口 以及一个瞎老太太 女主试图在老相册里找到和这几人对应的人物 但最终无果 之后她找到了一本上世纪的老相册 很奇怪的是 他们的眼睛都是闭起来的 仆人说这是一本遗照相册 以前的人相信将亲人的遗照保存下来 就可以让他们的灵魂继续留存在世上 女主听完只觉得以前的人有够迷信的 于是她将这本相册烧掉了 晚上女主又听见了钢琴的声音 而且还被自动关上的门袭击了 女主十分害怕 觉得屋子里在闹鬼 于是她出门去找神父 在路上却遇见了打仗归来的丈夫 女主开心的挽着丈夫回了家 两个孩子也十分开心 可是丈夫却目光呆滞十分冷淡 自从回家之后 就一直不吃不喝 躺在床上 当天晚上 女主看见女儿变成了那个瞎老太太 以为女儿被鬼附身 于是掐住了她的脖子 幸好家里的佣人来阻止她 第二天 丈夫又出来打仗去了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还打什么仗呢 总之女主只能绝望着 看着丈夫离去 丈夫走后 女主发现家里的窗帘全都被拆了 她以为是仆人干的 于是拿着枪生气的把他们赶了出去 并四处寻找丢失的窗帘 却无意间发现了一张旧照片 而他们的眼睛都是闭着的 原来这三个仆人早已经死去了 晚上她的两个小孩跑出去的时候 遇见了三个仆人的鬼魂 两个小孩赶紧跑回了家 女主关上门让两个小孩躲在楼上 可是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孩子们的尖叫声 女主上去一看屋子里正坐着几个人 那个瞎老太太正在询问着孩子们 孩子们悄悄地回答了什么 原来女主因为丈夫打仗牺牲之后就疯了 她将两个孩子杀死后自杀了 所以电影一开始 女主一家就已经死了 因为人和鬼都看不见彼此 所以他们才突然看不见家里的庸人 而他们以为是鬼的维克多一家 其实是这间屋子的新主人 那个瞎老太太 其实是这家人请来驱鬼的巫婆 至于那三个仆人 他们最开始其实是想来告诉女主 他们已经死了的事实 但因为同情她才没能说出口 故事最后 维克多一家因为房子闹鬼搬走了 而女主和她的孩子永远地占据了这间房子 他们在现实中死去 却在梦境中重生 这个故事来自2001年上映的《小岛惊魂》 电影没有惊悚害人的场面 却因为打破常规的结局 而给人震撼感 它不仅揭示了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助 更揭示了战争 带给人们和家庭的伤害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懂得和平年代的可贵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